如何帮助忧郁症患者 就是这个人他曾经自杀 但是幸好已经救回来了 以佛法的角度帮助他 帮助他和他的家人 尤其是他的家人并非佛教徒 所以假如说这个忧郁症 或者有心理的疾病已经比较严重的话 师父建议寻求新专业的心理治疗医师 这方面他们有他们的长处 师父有深入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形 譬如说这边介绍的心理治疗 西洋的心理治疗 有所谓的第三代第四代的认知行为疗法 这个认知行为疗法 就是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又有所谓的DBT ACT等等的分支的领域 这里面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认知行为疗法 这个认知就是心念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 第三代开始他们的心理治疗 开始认识到心念的重要性 心念对我们的思想 对我们的行为的影响 那我们学佛会觉得说 本来就当然是这样子 很有意思 那么在西洋倒不一定是以心为主 对不对 所以他们到了第三代的心理治疗 才开始重视到心念的影响 那么第四代所谓的第四代 就是甚至于把我们佛教的正念 静坐成修这一些基本的观念 也变成他们心理治疗的一部分 就是Mindfulness 已经被integrate 被融入到他们的心理治疗的一部分 这包含了这里面讲的 DBT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还有ACT Commitment Acceptance Therapy 这些师傅都有跟这方面的专业 专业的专家 有做过一些比较深度的交谈 我们甚至在太古 也办过一次佛法与心理学 可能有的居士还记得 佛法与心理治疗的这一个专题讲座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已经有这样子 比较重度的心理疾病的话 经营可以找这方面的专家 这个好处就是 第一个他们知道心念的重要性 那他们有一些具体的方式 是把这个绝照 正念绝照融入他们的治疗方式当中 而且他们是不用药物 不提倡用药物的 那么我们从一个佛法的角度来看 帮助一个心理上有一些困扰的人 不管他有没有学佛 那我们还是回归到佛法的根本 就是正见正思维正与正业正念 大家记得这个是八正道 什么是正见 正见就是建立正确的观念 所以心理上的问题 就是有心结 那还是必须要正确的观念 才有可能根治 正确的观念 就是正实见 这个要有这样的一种认知 那我怎么样帮助他建立正确的观念 因为心理上有困扰的 往往他会陷在一个 一个visual cycle 陷入在一个负面的思考里面 跳不出来 那么我有没有可能 我想办法怎么样帮他 跳出那个负面思考的循环 怎么样帮他逐步建立一个正确 比较好的正确的观念 那至于说什么是正确的观念 这个佛法讲的很多 都是建立正确 那我们家人朋友 在旁边要有一种正知 有一种正确的认知 就是第一个就是同理心 因为假如你自己没有这个心理的疾病 你去看他的种种比较奇特 或者怪异的行为 你可能没办法理解 他心里面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一种煎熬 或者是他看到的世界 他看到的情形 跟我们一般人看到的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可能没办法去体会 所以试着去了解病人的心理 而不是说怎么这么怪 怎么这么不讲理 有些是因为生理上面的问题 也就是你的色身上面 或者是脑神经受损 或者是发育不健全 或者是什么样的问题 造成他心理上的思维的一种障碍 这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家人建议要去读一些这方面的尝试的书 来知道什么样去关心这样的家人 OK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对于患者建立政界 就是你要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你试着去耐心的去了解 然后看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引导他改变他的知见 其实刚刚前面讲的心理治疗 这些认知行为心理治疗 也是逐步逐步逐步的在改变他的心理的想法思维 也是用这样同样的一个模式 只是他们有些具体的操作 OK 好 那么当这个很困难的时候 你没办法改 不容易改变他之间 至少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 比如说假如这个病人 他愿意跟着你念佛 这时候可能就不适合静坐 因为静坐静静的坐在那边 他脑筋去赚什么 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这时候比较适合一些 比较具体的方法 比如说念佛拜佛 那师父这边就举几个 师父自己经验过的实例 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在这个中部某一周的某一位青年 他就是因为他自己本人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但是太理想化 太过于理想化 所以看人都觉得大家都应该很好 我对大家很好 大家都应该对我很好 但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子 所以导致对人的失望 产生了很大的一种沮丧跟压力 OK 这时候我们要慢慢用佛法的观念去引导他 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 最好能够长期的跟他有所对谈 所以这时候就是要我们把自己学会的佛法 慢慢的思考怎么样去一点一点的讲给他听 而不是去教训他 OK 譬如说对人太过理想化 我们就要去慢慢引导他怎么样 这种对人的期待 为什么是一种不合理的期待 然后慢慢去接受现实 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一些公安故事 大家可以去应用 OK 那么这样子呢 慢慢去引导他 其实他如果并不严重的话 其实是慢慢可以听进去你讲的话 比如他对人期待太高 那我们用一些例子来告诉他 为什么这样的期待是不合理的 改变自己的期待的话 你自己对人的失望就不会那么高了 这样子他的心态可能可以开始转变 在西部呢 就是有一位少年才十几岁 他也是因为同学的压力 或者是种种的挫折 他就感受到很大的挫折 乃至于呢 甚至曾经说想要去自杀 就把父母给吓坏了 带来见师父 那师父跟他谈了一次 其实慢慢也就是引导他 因为他才十几岁 可塑性还很强 就慢慢引导他 发掘自己的潜力 就是他 从他喜欢谈的事情 喜欢做的事情 做的不错的事情 来给他自己建立一个信心 你要知道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能力 尤其是他喜欢的事情 他可能会做的比较好 这时候呢 父母千万不要以自己固定的想法 说你要去做这个 你要去学这个 你的数学为什么不好 等等等等 而是去观察他 观察他 客观的观察他 观察他有哪一方面的兴趣 哪方面的能力 哪方面的兴趣 引导他把这个能力慢慢开展出来 对自己建立一种信心 对自己建立一种信心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师父跟这样的年轻人 他一定都是先跟他谈 他喜欢谈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小孩呢 我问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rap 这种音乐 那师父对rap一点也不懂 所以我就问他 我问他很多问 这个关于rap的问题 就是饶舌歌曲 他就很有兴趣 他就愿意跟师父谈 因为我本来是不认识 他就愿意谈 然后我就请教他一些这方面 譬如rap跟这个 跟着其他的音乐 这个黑人的音乐有什么不同 他就开始解释 就讲的精神意义的 那自己的烦恼就忘掉一半了 然后呢 师父在重制方面 再去切入到其他方面 去慢慢去鼓励他 说原来你这个还不错 原来你这个也懂得很多 建立他自己的信心 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力 再举一个例子 南部呢 有某一个女孩 然后她呢 就是已经重 师父见到她的时候 已经是重度的这种 犹豫症了 已经严重到需要 药物都没有用了 换几种药都没用 然后必须要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 就是用那种 电击 shock therapy 电击把它击昏 击昏就好像电脑 reset一样 然后醒过来 好像就好 可是好了一段时间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又不行了 那所以她自己就开始担心了 那这个连这个都不行的话 那我怎么办 是不是没救了 那她碰到一位学佛的居士 这位居士就介绍她来 见师父 师父就跟她开导了 一两个小时 然后呢 因为她什么佛法都不懂 但是呢 她愿意 虽然是个美国女孩 但是她愿意 听师父的话 去念佛 她就专心念阿弥陀佛 她就专心念阿弥陀佛 结果后来 慢慢慢慢 竟然心神就比较稳定了 所以就是说 你什么道理都不懂 没关系 她愿意 接受这种 念佛持咒 这都是把心 稳定下来的 把你的心的这种 起伏不定的频率 混乱的频率 把它稳定下来 一种方式 所以这种方法 也是可以的 任何人都适用 只要她愿意接受 或者甚至 她是基督教徒 你就是她念 念这个 念耶稣啦 或者念主 上帝 上帝什么 念一个 一直不断的念 也会把 有这个心 或者唱圣歌 也会对这种心 有一种稳定的帮助 比如说我们有 之前有翻译合唱团 让她来唱歌 唱这种清净的歌曲 所以这个女孩 她就念佛 很专心的念佛 然后慢慢一开始 透过这位居士的引导 她开始画佛像 所以她就把她注意力 转移在这边 慢慢她发现 她不需要 不需要这种 电极的治疗了 可以接受一些 药物的治疗 然后慢慢慢慢的 她希望能够 把这个药物的分量 也减轻 所以就是还是从心 从心开始 你要怎么样 如果她心的知见 能够建立起来 这就是智慧 建立正知见 如果知见很难建立起来 至少她愿意 她必须要愿意去 接受一些 止的法文 念佛 诵经 把心转移到这上面 去专注 这就是一种止的法文 让这个心的频率 稳定下来 会有所帮助 OK